嗨大家好,欢迎来到HitPod Hack照片文档是iPhone拍照特有的一种文档 优点是文档大小比较小 缺点就是在很多设备上像是PC段以及其他手机会打不开 因此这个影片教大家三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iPhone如何修改设定 将照片保存为JPEG文档 以及将照片转档成JPEG的办法 大家如果觉得影片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影片里使用到的软体下载链接我也已经留在了影片的下方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讲一下方法一 就是从iPhone修改设定改为保存 照片为JPEG文档 我们打开设定 点选相机 点选格式 从预设的高效率改为最相容 那么以后拍的照片就会被保存为JPEG文档 但是需要占用的储存也是比较多 方法二是使用内建的档案App 将iPhoneHack档案转为JPEG档案 对于之前已经保存为Hack格式的照片了 我们可以透过iOS内建的档案App 快速将iPhone照片 从Hack格式转档为JPEG 详细步骤下 首先开启iPhone照片 点选右上角选取将多张照片勾选起来 点选右下角的分享按钮 点选拷贝照片 开启iOS内建的档案App 点击任何一个你想储存JPEG照片的资料夹 建议你可以新建一个新的档案夹 清点一下资料夹的空白处 选择贴上 所有iPhone照片会从任何格式转档为JPEG文档 最后成功将iPhone照片转为了JPEG文档 方法三 使用HitPod Video Commodore转换你的Hack图片 对于已经导入到电脑 但是又打不开的Hack照片 我们可以使用电脑端的图片转换工具 我们到HitPod的官网下载并且安装 HitPod Video Converter 接着打开软体 点滴第四个工具箱功能 选择图片格式转换 然后导入我们要转换的照片 在下方可以选择我们要转换的格式 我这里选择JPEG格式 最后点滴转换就可以 最后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图片 可以看到已经被成功转换成了JPEG文档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软体的下载链接 我也已经留在了影片的下方 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点击下载使用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Hack图片转换的教学 觉得有帮助的朋友呢 或者是想要获取更多好用的影片编辑工具的朋友 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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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